本打算13万想提大众高尔夫 但是一看到7档的干四双离合 简直太恶心了 让我放弃了选择大众高尔夫的一个想法 最后提了2022新款福特福克斯 简直太香了 哪点不比高尔夫好啊 我是越开越喜欢 他说的这个2022新款的福特福克斯 就是一个中期改款的一个福克斯 确实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么由于他原来的这个1.5T三个人 不被四行市场认可 所以说由于严和市场 他把这个1.5T的三缸机去掉了 换回了以前的这个四缸机版本 这个动力上的四缸比的三缸呢 多了斯多马力 而且他这个变容箱 以前是福特的8AT变容箱 换做了这个6AT变容箱 有的人会想到 是不是降配了 8AT降到6AT了 都往上升嘛 对吧 表面看是这样 其实这个6AT变容箱 跟福特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变容箱是通用和采埃福 一起研发的变容箱 他这个换挡逻辑箱 还有这个抗扭矩上 要比他的原来的8AT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认为 他这个品质上性能上 是有所提升的 并且8秒之内就可以破摆 比以前动力还好 我认为这个车是非常值得拥有的 而且整台车的这个热身硬钢 用了到了30%左右的一个比例 还是非常好的 安全上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1.5T的直奔无伦加发动机 马力达到了177 拉动这个紧凑机的车 不太轻松了吗 有这个三箱版本 还有这个两箱版本 是不是 小高炮的存在嘛 扭矩是243 非常好 而且前后还都是独立寻挂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高尔夫呢 他在基于大众的MQB平台打造的 售价是13万到16万 动力上有1.2T 1.4T 还有这个2.0T 2.0T那是16万版本 发动机是EA888的 更好的发动机 下面1.2T 1.4T是EA261的发动机 虽然更好 马力更大一些 但是16万 我可以加一帮工鞋 买卖腾了呀 是不是 是麦腾的买个1.4T的 但是面子比你好得多呀 是不是 但是有想买这个小钢炮的 这就是人不可冒相 深海水不可抖梁 是不是 那么大家选择高尔夫呢 一般都会选择1.2T和1.4T的 这个1.2T呢 我是不建议购买的 因为动力虽然是太弱了 而且后面还是个非独立寻挂 扭力梁的寻挂 1.4T呢 前后它是独立寻挂 匹配一个七档的干四双离合 像他说的是 不喜欢干四双离合 为啥他不喜欢干四双离合变数仙 双离合变数仙大众 有干四的 有湿式的 有什么区别呢 干四双离合呢 它这个变数仙呢 就是说靠风给它降稳 跑一下的时候 风降稳 如果说在四里走走停 堵车的时候 它就没有达不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了 没有风嘛 是不是 它容易高温 一高温的容易顿出啊 容易出毛病 减少它的寿命 那湿式干离合双离合呢 就是说 它这个清醒锤啊 倾在这个润滑油里 就是说你堵车 它生热 热量也被这个润滑油吸走 所以生热相对比较 那好一些 所以说这就是它俩的区别 当然是七挡的 干四双离合更好了 所以说 干四双离合 有很多人避讳它 那么1.4T 它这个动力 其实发动机 就是EA211 捷达 VS5的那个动力组成 D-S型号 一样一样的 250的马力 250的扭矩 150的马力 并且它还需要加90号汽油 而福克什只需要加92号汽油 所以我认为啊 这个福克什 一旦换回了四缸之后 它的性价比 要高于这个高尔夫的 当然高尔夫这台车 如果你经常跑长途 或者在不拥堵的路面上 去行驶的话 还是可以的 加速快 换挡效率挺高的 非常不错 不错啊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的发动机变速型 发动机呢 我认为啊 两款车的发动机都可以 都能用得住 只不过说是呢 呃 高尔夫需要加90号汽油 这个1.4T 变速箱也呢 肯定是 符合时的更好嘛 悬挂底盘呢 可以说两台车都不错啊 扎实感都行 跑起来操控都很好 变速箱 它俩各有优点和缺点 如果是跑高速 快速升档的话 机架速的话 还是高尔夫的更好一些 它这个工作原理 导致了它这个升档快 这个传统效率高 而且呢 加速也快 但从质量 卖有度上来比呢 还是这个 符合时的 更好一些 6AT更好一些 那么他俩在看起来呢 他俩的底盘的扎实感 质感是都不错的 都很好 都是小钢炮 小钢炮级别的一个存在 很好 操控上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 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